HELLO 大家好 我是唱歌 歡迎回到唱狼歌評評理的系列 這次的評評理單元也拜託大家要把它看完 並把它分享出去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致命的網路上的一個迷思 這個影片叫做 心肌梗塞自救法 大家如果去YouTube搜尋心肌梗塞自救 完蛋了 你就是會看到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截至我做這部影片為止 有165萬的訂閱 但是它裡面的內容竟然是錯的 老實說我是覺得這天下 可以拿來被我做成長歌評評理的片段實在是太多了 但我也不會一折一折做 那種就是雖然說沒有效 但也不會傷身的那種什麼民俗療法 傳統療法我覺得也就算了 但真正會被我挑出來做的 常常都是這種 你以為它是對的 但你照著做 你可能會死得更快 我白話一點講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部影片一樣是跟486團購合作 總之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部影片到底在講什麼 真是看著頭很痛 這是一個粉專 還好它已經沒有在更新了 還有一個頻道啦 心肌梗塞發生時只有10秒自救的時間 年輕人由於心肌梗塞而離開的新聞已再發生 特告知大家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感覺就是中國那邊傳過來的那個視頻 對然後這個感覺也不是Google先生或小姐配音 應該是那邊的他們的語音啦 告訴大家很重要的知識 好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自我心肺附足 關鍵時刻 能就自己一命 假設現在時刻是17點50分 忙忙碌碌的你上了一整天的班 正在獨自開車回家的路上 你感覺到非常緊張和不舒服 突然 你感到胸口有一股 突然 並且開始蔓延到手臂和下巴 首先我必須講一下 他對於心肌梗塞的症狀描述算是精確的 他說 首先你感到這個胸口有一股劇痛 通常心肌梗塞的痛法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他常常不是劇痛啦 劇痛那種撕裂般的劇痛 那個比較像主動脈玻璃 主動脈玻璃 我有利用金師傅的片段 做過一個很詳細的解析 大家可以去看 那心肌梗塞的胸口痛 常常是那種悶悶很沉悶的痛 教科書上面都會寫說那種痛 有點像是一隻大象踩在你的胸口上的那種感覺 或是一顆大石頭壓在你的胸口上那種很沉悶的痛 這種比較是典型心肌梗塞的痛 然後心肌梗塞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是 他會有所謂的轉移痛 所謂的轉移痛就是 這個地方雖然說心肌梗塞是這邊痛 但因為神經連結的關係 他常會轉移到你的下巴 或是你的左手臂 肩膀等等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一旦胸悶 那種很沉重的悶痛 伴隨著覺得牙齒怪怪 下巴痛痛 肩膀痛痛 那的確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發作 然後這邊他有寫說 可是離最近的大醫院 大概有一段路程更高的是 路況很差 你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車那麼遠 拜託趕快叫救護車 你不要再搭公車去醫院了好不好 這不知道在想什麼 是路況很差 你自己都不知道 能不能撐得了那魔忍 怎麼辦 你以前是曾經受過心肺復蘇法 CPR訓練 但老師並沒教你 怎麼給自己做急救 當然不會教你 怎麼給自己做急救 因為他後面講的都是錯的 所以老師當然不會教你 就是這樣 讀處時 心臟病發作怎樣急救 一個人若是心臟不能正常跳動 並且開始趕得快昏過去時 他大概只有10秒鐘的時間 然後就會失去知覺 不省人事 這段講的還算正確啦 如果你真的發生致命的心肌梗塞 然後你心臟開始亂跳 心律不整 是那種致命性的心律不整 你心臟沒辦法很有效率的 把血液打到你的大腦的話 那你大腦大概5到10秒鐘 缺氧的時間 你就會昏迷了 所以這邊講的還算是正確 如果是四周沒有旁人能幫忙急救 患者要立刻把握這10秒鐘的短暫黃金時間 自己就自己 如何把握10秒鐘黃金時間 先不要驚慌 要不停咳嗽 啊 每次咳嗽前 都要先深深吸一大口氣 然後用力 他跟你說你在胸悶 心肌梗塞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快要昏絕的時候 他叫你要 要用力咳嗽 每一口要深深地長長的 不停地用力的咳 這就是他所謂的 心肌梗塞治救法 噢天啊 這個影片 他其實也是其來有志的 這個影片他並不是自己瞎掰 是有的沒有的東西 他是翻譯 翻譯國外一樣亂七包招的內容 然後把它翻譯成中文 就大概也是十幾年前吧 那個國外也有一段 這種類似亂七包招的內容 你去搜尋 Coff CPR 你還會找到 那個Coff就是英文的咳嗽 Coff CPR 就是咳嗽CPR 然後他這個內容 只是從那個Coff CPR 有點算是翻譯把它翻過來的 那那個Coff CPR 早就被證明是錯的 Coff CPR 它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概念呢 那其實是這樣講的 當我們用力咳嗽的時候 會產生一種狀況 叫做 魯則現象 這個魯則現象 我只要會發一篇 專門的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或是我已經發過 有點忘記了 總之大家會看到那部影片 魯則現象簡單來說 就是你用力咳嗽的時候 或是你有在重訓 你重訓的時候 教練常常都會讓你吸一口氣 吸進裡面 閉氣 然後蹲下去之類的 總之在你咳嗽 或是做這種用力 閉氣 然後就是把它 有點類似便秘用力的 那種感覺的時候 你胸內壓會三聲 稍微短暫的刺激 你的腹交感神經 所以呢 其實Coff CPR 它其實它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這個錯誤概念 源自於 如果有些人 它有輕微的心律不整 輕微的心律不整發生的時候 你用這種強力咳嗽 或是用這種呼氣 然後憋住氣 類似便秘這種感覺的話 去刺激你的腹交感神經 是有可能把 輕微的心律不整給抑制掉的 讓它回復成這種正常的心律 這是有可能的 但它今天講的狀況是怎麼樣 它今天講的狀況是心肌梗塞耶 心肌梗塞是怎麼一回事 心肌梗塞是你的心臟上面的冠狀動脈 被血栓堵住了 心臟得不到足夠的血液與氧氣 所以心臟就shut down了 然後發生致命性的心律不整 這種致命性的心律不整 它絕對不可能是 你藉由這種咳嗽 弩折現象 刺激這個腹交感神經 就可以把它壓抑得住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做 而且會有更大的壞處 等一下再解釋給大家聽 深深的 長長的 不停的刻 好像要把胸腔伸出的彈殼出來一般 每間隔大約兩秒鐘 要做一次吸 以此咳 一直要做到救護車感到時 然後他還講說你只有十秒鐘 你就會混過去了 然後他還一直咳到救護車感到時 救護車感到時都已經十五分鐘過去了 如果你撐到十五分鐘 你還都沒有昏倒的話 那可能不是真的非常嚴重的心肌梗塞 或者是你的胸透根本不是心肌梗塞 情感到恢復正常才能休息 答案1 深呼吸 是要把氧氣吸進肺部 深呼吸是要把氧氣吸進肺部 還算正確還算正確 全集中呼吸法 把最大的量的空氣吸到你的肺部裡面 那因為空氣裡面有21%是氧氣嘛 氧氣就會被你肺泡的吸收 進到你的動脈血裡面 去供應你身體的組織器官 沒錯沒錯 2咳嗽 則是要以這個動作壓解器 WAT 而促進血液循環 也可以幫它恢復正常 嗨呀嗨呀這個 咳嗽是怎麼樣的動作 咳嗽就是我們的人體的橫隔膜往上衝 大家知道這是我們的肺部 我們肺部下面是我們的橫隔膜 你用一咳嗽的時候呢 你的橫隔膜就會往上頂 往上頂的話它會去擠壓你的肺部 不是擠壓你的心臟喔 它會去擠壓你的肺部 然後讓你把肺部的空氣 或是一些異物咳出來 所以咳嗽 橫隔膜往上是擠壓肺部 不是心臟 你在怎麼用力咳 你心臟都不會被擠壓到 你不覺得這樣很可怕嗎 一天到晚感冒啊 然後咳得很嚴重 咳咳咳 然後你心臟一直被擠壓擠壓擠壓 你就一直心慾不整 你人體不會有那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好不好 所以你在怎麼咳嗽 都不會去擠壓到你的心臟 常脈搏 3 退心臟的擠壓 如此急救 可以讓心臟病發 做患者 有機會到醫院被救 自我心肺復蘇急救法 跟你說 你如果心肌梗才真的發作的時候 你一張咳你會死更快 為什麼 回到前面剛剛講的這個 弩折現象 弩折現象是怎麼樣呢 你咳一咳 你胸內壓會上升 胸內壓會上升的狀況下 你的回心血流會減少 所謂的回心血流就是你的上腔靜脈 跟下腔靜脈接回右心房的地方 因為你胸內的壓力整個上升了 你回心血流 因為壓力大的關係 因為水或血都不喜歡 往壓力大的地方跑 所以你胸內壓上升的關係 你的血回不去你的心臟 你回心血流會減少 回心血流減少之後 就會造成你心脖輸出量減少 心脖輸出量減少的時候 你全身包括你的大腦 血液量會更不夠 然後再加上 你的心臟也是要供養的嘛 你的心臟就是靠冠狀動脈這條血管 就是供應心臟血液跟養分嘛 所以你一旦回心血流減少 你的冠狀動脈的血液一樣會減少耶 你原本缺血缺氧的心臟 更得不到血液的供應 它Shot down的更嚴重更快 所以我跟你說齁 你如果真的心肌梗塞發生的時候 你照這個方式 用力咳嗽劇烈咳嗽 那真的死更快 對就是全身得不到血液的供應 你心臟的冠狀動脈 這個冠流也會減少 心臟死得更快 然後你就是直接休克昏迷 總之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錯誤的農場資訊 然後我看到它的點閱數 我真的是驚呆了 165萬的點閱 然後你在看下面的留言 它已經把留言封鎖 我跟大家講啦 看到這種你覺得有點農場農場 不太知道怎麼辨別真假的文章 第一個就是看下面的留言啦 通常就是會有我這種正義之事出來打臉 但是一定就是我這種心虛的影片 下面關留言 什麼留言都看不到 看不到留言怎麼辦 你就把這種東西丟進Google裡面 Google隨便搜尋 心肌梗塞用力咳嗽 就馬上有醫師出來打臉 這個影片了齁 所以真的不要相信這種東西 它下面還講得很誇張欸 發出去吧 發出去吧 請不要以為你的年齡少於25 說不定你因此救了他們一命 不你可能說不定發出去的時候 你就害死很多人 對真的不要輕易嘗試 最後講的是對的 它就是說不要以為小於30歲就沒有心肌梗塞的風險 也是有可能機會不高 但是因為現在西式飲食 大家有時候營養過為豐盛 然後你又不運動 心血管的疾病 慢性病齁 在一些年輕人就出來 的確有可能會心肌梗塞 機會不高啊 大部分還是在4050歲的以上 對啊 男生還是比較大的一個風險因子這樣子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那你說沒有什麼破解法那怎麼辦 其實齁 然後如果你真的感受到嚴重的胸痛 然後就剛剛有講的轉移到肩膀啊下巴之類的 那你真的懷疑心肌梗塞 然後你覺得自己快受不了 你趕快讓自己平躺 對因為你趕快讓自己躺下來 中逼你昏迷之後就是跌到 砰撞到頭還好 等一下又腦出血 就很衰 所以你真的很不舒服 你趕緊躺下來趕快平躺 然後如果你周遭真的有人 趕快指定一個人 叫他說我不舒服幫我打救護車 然後你就可以放心的昏迷了 因為時間真的很短暫啦 因為他講的5秒到10秒這個是正確的 為什麼要指定一個人呢 因為這就是大家都會有一種 從重行 這叫從重行為還不知道 反正你沒有指定一個人 你說大家快救我 然後大家就會就是 每個人就是默默相看 然後沒有人想要救你 就大概是那種感覺 所以今天你很明確的指定一個人 幫我打救護車 他就會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獨處 你旁邊沒有人怎麼辦 那你就是利用那5秒鐘到10秒鐘的時間 除了就是趕快讓自己躺下來 你看看有沒有趕緊拿起你的手機 或是室內電話都可以 你趕快播個119還怎麼樣 哪怕你播了之後你就昏迷了 你至少有把電話播出去 那可能119那段還怎麼樣 他們也可以知道 這邊可能有人出事 有人播這個電話 但後來都無效無息 他們也可能會乾淨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總之不要劇烈咳嗽 那趕快做好一些急救的動作 然後再昏迷 這樣才可以讓你的生存率升到最高 好啦 那麼這集就到這邊了 那喜歡更多的喜歡上次可以購買我的新書 那也可以去收聽我的Podcast 也可以去看我的邦格子的醫學專欄 都有非常豐富的醫學知識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